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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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诶 我跟你说 那个脑科的刀快要开始了 赶快去准备 东西备好了 备好了没 我还没 快一点 这些东西赶快从你赶快从你 很快回去念书 可是我每天都有看书啊 可是书里讲的怎么跟临床上不一样啊 是我的问题吗 还是到底发生了什么事 可以有人来告诉我吗 让我来告诉你为什么 我来这边开医院就是为了要赚钱啊 开刀房就是最好的赚钱工具 最好的赚钱部门啊 每一台刀都不能空着 每一张病床每天都要躺人 你们空一台刀 我赚什么啊 你们是印钞机 印钞机 我满怀热忱的从学校毕业要进去医院工作 我知道护理工作很辛苦 可是我不知道我每天 竟然可以哭着上班和哭着下班 这真的是我的问题吗 工作是为了生存 可是为什么我活不下去了 我好想要死哦 这个故事呢 是由佳姬陈怡君的真实故事改编 那我也一开始也以为是我女儿的抗压性不够 后来是因为工商协会和基护工会的协助帮忙 才了解我的女儿到底发生了什么事 在孩子第一次自产离职的第二天 夹击派人介入我的家庭 可是这长达四个月的时间 医院的人一直告诉家属跟我的孩子 只是个性内向单纯的问题 没有问题放心 可是在1月30号的时候 我带我的孩子本来要出去玩 但是我的孩子说 为什么他会联系三四个月 感到自己不快乐 孩子同期的 同期的 急诊室的同事 道怨15天就自杀死亡 可是那个孩子是忧郁症才自杀的 是医院的人来我们家告诉我这一件事 可是我在4月份 我的孩子是2月的时候自杀死亡 4月份的时候 我到医院拿病例的时候 病例的诊断是重忧郁 那第一名孩子在道怨15天的时候就自杀 那重忧郁的孩子 医院完全没有紧急的处置介入 以及协助我们处理 反而还派人来我们家 所指示单纯的个性问题 发生这样的事情 夹击完全不负任何的责任 孩子1月1号元旦那天 在日记本写着世界末日 难道说一位在医院已经有自材的孩子 他适合到急诊压力那么大的场域工作吗 这是家机也不懂的事吗 孩子知道自己将要面临的是世界末日的日子 可是家机却是说他给我们一个很好的环境 这样的说法对吗 或许可作者 或许可竿发大会 或许可作者 离调 特别啊 可能就找了一个小看